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明星沙趕冒險 那今天來做一下角色的能力分析 那這個是SS吉尼 那是我上次旭哥抽轉蛋裡面那個 抽到的 就是那個逆轉全雷達 9局下半那個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看 那這個吉尼我現在練到33級了 戰鬥力3800多 就是把他掛在 第二第三隊這樣 然後他是 技能第一個是迴旋棍擊 威力低BP3 然後現在練到RANK99 因為這招BP只有3所以很好練 再來是第二招吉封打 威力B然後BP7 原本是8啦我有那個覺醒一次所以變7這樣 然後現在練到RANK51 那他的效果是攻擊的時候還可以順便 附加自己的速度上升 再來是龜甲擊碎 那個威力SS BP14 那這招呢就是攻擊命中的時候可以有機率 就是破防那種感覺 就是讓敵人的那個防禦下降 那就是因為這招的關係所以吉尼的評價會因此上升不少 那打之後呢就好像打BOSS的時候 開了這招之後大家 一起打下去落體化那種感覺 打下去的傷害都會加成上去 就是會增加 那接下來看一下被動技能 第一個是永劍強擊3 HP全滿時 造成的傷害上升效果大 那這招還不錯但是他的缺點是必須HP全滿 那其實 一般很難維持在關卡裡面 都是一直HP全滿的狀態 所以 缺點是這樣啦 因為他只能 是限定在HP全滿時 再來第二招是 弱化能力3 速度 他就是攻擊命中時 然後可以使對方的速度下降 機率中效果大 然後第三招是弱化能力3 腕力 他也是攻擊命中時使目標的腕力下降 機率中效果大 那這兩招被動的是吉尼最大的優勢 也就是吉尼的分數一直很高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以打到敵人的時候 讓敵人的速度下降 效果大還有讓敵人的那個 腕力就是攻擊力下降 那打一些比較強的像BOSS啊或是什麼關卡的時候 這招就很好用 那最後呢就是他是 期間限定 在那個聖誕節的奇蹟 的那個劇情的時候呢 他可以有 呃 能力的那個上升量 增加兩倍 增加為兩倍 然後最後還有就是禮物的掉落讓10%up 所以他是一個 很不錯的算是干擾型角色 他的 定位是在干擾型 就是說 他 對對手造成一些debuff 就是一些負面的效果的時候呢 然後隊友在群起 蜂擁而上 直接秒了BOSS那種感覺 他就是那種 做一些干擾的角色 就是因為他有好幾招嘛就是像龜甲擊碎是對那個防律下降 然後還有就是 弱化能力是下降速度還有下降那個 那個對方的攻擊力 弱化能力是有腕力還有速度這兩個 這兩個能力值 所以他算是一個很不錯的角色 那接下來看一下那個日本Wiki的評價 那因為我做這個的話呢 我是 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 我還是要看一下那個 就是有一個 數據作為參考 免得就是留於個人喜好 因為我個人是還蠻喜歡SSGini的角色 所以我會給他蠻高的評價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給他蠻高的評價 日本Wiki也給他90分的評價 他的評價甚至比那個聖誕限定的那個Gini 還要高分 然後呢 他的 講一下他的優點好了 他的評價優點是他可以 讓敵方的防御率下降 所以我們對他對那個像 怪物啊或是Boss的攻擊力 那個傷害會有上升的效果 再來就是 他可以讓那個 腕力還有速度下降 就是Debuff 讓敵方的落體化 所以都是很不錯的他的優勢 那Gini的缺點呢就是 他的火力輸出的必須要一直維持他的HP 那HP全滿的時候才可以 有火力輸出 這他被動技能的關係 所以 他的火力會因此受到影響 那所以他總和評價呢是火力3 周回3 耐久力2 回復1 狀態異常2 那Debuff他給到5 因為他的Debuff實在是太好用 有三招可以Debuff到 就是可以降防禦力 他的那個S的大招 再可以降那個被動技可以降攻擊力 降對方攻擊力 還可以被動技可以降對方的速度 所以他三招Debuff 有兩招是被動所以很好用 然後他的Buff是2 所以他的給最高是Debuff這個 這一塊 那看一下好了他們一些投稿的評價 他是說 被動技能的Debuff很好用 很優秀這樣 但是他在那個 相較之下 其他打屬性的火力會 比吉尼還要強 那吉尼的打屬性的火力 跟其他的打屬性的火力 就是一些強 強勢角化比起來 吉尼是比較偏弱一點 火力方面 但他的Debuff很好用 而且他 這邊說他大概是屬於大氣完成型 而且就是你在一些特定關卡攻略 打一些BOSS的時候可以 配他上場 那接下來看一下他的補陣值 他補陣值 他的魅力很高啊 魅力是在 全部的第四名 他的補陣值有第四名 所以就是說他被補血的時候 他可以補得特別多 因為吉尼很有魅力的意思 所以就給他很高的魅力值 我可以了解他的魅力 好那他的腕力有在82名 智力有在63名 然後敏捷有在87名 那其他速度啊精神體力還有愛都在100多名 所以他的 能力值的 也都算很前面的排名 整體的補陣值都算還不錯 所以他真的是一隻很不錯的角色 當然我對吉尼也蠻有愛的 那他還有很多不同的Style 所以你練的時候呢 他剛好也可以練到其他吉尼的白質 所以很不錯 上次有介紹聖誕吉尼嘛 在那個 聖誕轉蛋 新最新最新的轉蛋 值不值得抽那邊 那個聖誕吉尼是88分 那這隻吉尼是有90分 所以你抽這隻還更划算 那最後來 看一下他的圖面好了 吉尼 吉尼我就是很喜歡他的圖面 很可愛 這隻是我抽到最滿意的一隻SS了 開心 所以今天介紹這個吉尼 那最後來抽一抽 每次抽好了 作為這個Ending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Walk Island頻道 看旭哥抽轉蛋還有旭哥Romancing Saga冒險 好啦來抽啦 喔亮燈炮了 會不會是SS呢 是SS的話是不是最近有寄一些人品的關係嗎 看一下會不會SS S S這隻還蠻好看的 米莉亞姆 米莉亞姆 米莉 不錯耶 不錯耶不錯耶 這隻我覺得畫那個圖面蠻不錯的 那他是也是用劍補陣2 鬥氣增強1 還有絕食 叛擊2 那他的 第1個和第3個都是有條件限制的 有條件限制的就是發動扇會相較比較麻煩一點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錄到這邊 記得訂閱旭哥Walk Island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